8月15日,中国统计局公布了7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。 还是老样子,我们先来看消费。 7月设临消费总额37,757亿,同比增长2.7%。 相较于上月,增长0.7个百分点。 7月能够出现增长,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。 一是去年同期基数较低,为今年同比增速提供了支撑。 二是刺激政策,以及暑期旅游旺季的推动。 从结构上看,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趋势背离。 其中商品零售额反弹,有1.5%,上升至2.7%。 餐饮收入,继续维持下行趋势,有5.4%,下降至3.0%。 分商品来看,汽车与石油制品增速,均低于预期。 汽车方面,7月增速为-4.9%,前值为-6.2%。 而根据成联会数据,7月广义乘用车零售销量,同比为-3.1%,明显好于前值的-6.9%,表明价格降幅仍在扩大。 石油制品方面,7月同比增长1.6%,低于前值的4.6%。 此外,金银珠宝、家电家具、文化办公用品、建筑及装修材料,这5个品类增速为-4.5%。 而此前表现较弱的通讯器材、化妆品等品类,改善比较明显。 按城镇乡村划分。 7月份,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2,691亿,同比增长2.4%。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066亿元,增长4.6%。 也就是说,乡村消费的增长幅度超过了城镇。 现在城里因为各种原因,已经消费不动了。 乡村可能因为现在经济下行出现的返乡潮,暂时出现消费上涨的趋势。 但看规模就知道,无论怎么主攻下沉市场,乡村的消费规模摆在那。 城镇才是消费主力,消费之后是投资。 7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.9%,潜值为3.6%。 1至7月,累计增速为3.6%。 相较于上月,下跌0.3个百分点。 从分项上看,制造业房地产基建投资的同比数据均有所回落。 制造业投资,1至7月增速为9.3%,潜值为9.5%。 其中,7月档月制造业投资,同比为8.3%,低于潜值9.3%。 下降了一个百分点。 也就是说,伴随着海外出口数据转差,以及国内需求仍未恢复。 此前一直强势的制造业投资,也维持不住了。 在短暂几个月的反弹之后,开始进入了新一轮的下行趋势。 市场此前对海外需求减弱的担忧,似乎慢慢变成现实。 虽然以海外经济数据而言,市场对于欧美是否进入衰退,仍然存在争议。 但是,对于中国的出口而言,目前来看,可能是海外需求衰退先来。 制造业投资在下一个台阶的概率,明显要大于国内需求先复苏。 接下来是基建。 7月基建投资,累计同比增长4.9%。 相较于上月,下跌0.5个百分点。 虽然自从4月份之后,政府债券融资重回高位。 但是,从高评数据来看,我们并没有看到,基建加速动工的迹象。 7月份全国各地共开工3167个项目,同比减少6.7%。 总投资额,约18173亿,同比减少13.9%。 除了电力热力燃气等,投资增速较快之外。 基本上传统的修桥造路,铁工机等建设,都没有加快的迹象。 这种情况,并不能简单地用夏季高温暴雨天气来解释。 更多的,应该是今年地方专项债发行进度偏慢,地方城投融资也比较困难。 此外,缺乏足够合适的项目,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 再看这次的重点,房地产投资。 1至7月份,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0877亿,同比下降10.2%。 降幅比1至6月,扩大0.1个百分点。 7月当月房地产开发投资,同比下降10.8%。 降幅比上月继续扩大。 房地产投资自2022年4月份转负以来,一直没有回过正。 期间虽有跌幅收窄的时段,但也仅仅是收窄而已。 没有改变投资下行的局面。 这意味着房企的拿地开工,已持续下降了近两年时间。 这与财政部公布的卖地数据,也能对得上。 全国卖地收入,自2021年见顶之后,已经两年跌。 2023年,只有57,996亿,相较于高点时期,下跌了33.38%。 2024上半年,才卖了15,263亿,同比下降了18.3%。 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,是相当的难受。 外地收入,是地方的主要钱袋子。 对于很多经济产业薄弱的地区来说,更是维持运转的主要力量。 这部分收入跳水,地方财政吃紧程度可想而知。 在此背景下,产生了两个现象。 第一,自上而下进行机构编制改革,缩减支出。 第二,地方通过非税收收入,应对财政开支。 非税收入主要包括收费伐末等。 往往作为税收下行的对冲手段,实则冲击营商环境。 除了房地产投资两位数下跌外。 商品房销售面积与销售额,也是两位数调整。 1至7月份,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,54149万平。 同比下降,18.6%。 降幅收窄,0.4个百分点。 销售额53,330亿元,下降24.3%。 降幅收窄,0.7个百分点。 具体来看,7月销售面积为6233万平,环比下降44.7%。 销售金额为6197亿,环比下降46.0%。 也就是说517史诗级就是政策,到7月,已经完全失效了。 还有两个数据可以佐证。 7月,百强房企销售额,同比下降19.4%。 环比降低,35.2%。 7月,居民中长期贷款,只增加100亿元。 当然,也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在下跌,至少库存量还在增长。 截止到7月末,全国商品房代售面积73926万平,同比增长14.5%。 打破了此前连续4个月下降的良好态势。 所以,楼市销售,还得是靠不断出台的新政策维系。 出台了新政策,销售量就能起来一段时间。 没了新政策,楼市行情又渐渐归于沉寂。 也就是说,如果没有新政策出台,8月份的销售量,肯定将继续低迷。 7月的整体表现,从投资到生产,从内需到出口,从金融到物价,所有的统计数据,都共同指向一个事实。 内需持续疲软,消费依然低迷。 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,非常明显地制约着经济复苏。 如果现在的主要目的是,刺激人们花钱消费,那就必须要弄明白,他们为什么不花钱。 一个主流解释是,中国正处在资产负债表衰退中,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。 意思是,当一个家庭收入下降的时候,压在身上的负债却是刚性的。 该还多少利息,并不会跟着下降。 于是,对这个家庭来说,第一目标,就不再是收入最大化,而是负债最小化。 这时候最优的选择就是,不惜一切的降负债。 削减家庭开支,能不买的东西就不买,必须买的东西,也买便宜的。 赚来的收入,不再想着投资继续做生意,而是优先偿还银行的贷款。 这样虽然家庭在不断赚钱,但是由于赚来的钱,都拿去还贷了。 因此体现在家庭资产负债表上,就是总资产和总负债,都在同时缩减。 退而广之,这种情况,蔓延到全社会。 整个经济的家庭和企业,都在降负债缩规模,进而形成恶性循环。 导致更多的人不敢消费,不敢借债,不敢投资,这就叫资产负债表衰退。 如今涉容数据中,全国所有的人民币贷款出现负增长,也就是出现收缩。 正好符合资产负债表衰退中,对于总负债规模下降的定义。 当人们尽可能降低负债,这个时候,货币政策将会失效。 此前的日本,就是前车之鉴。 无论怎么降息,就算把利率降到零,水都放不到社会上去,只会往外跑。 因为哪怕存着不动零收益,也比在国内投资做生意亏成狗来得划算。 问问中国股民,如果今年收益是0%,他还会难受吗? 答案显而易见。 即便收益是零,也已经有九成的概率超过其他股民。 所以这是现在麻烦的地方。 传统的放水失效,央行有力气,也是打在空气上。 而且资产负债表的衰退,是会自我加强的。 当全社会都这么干的时候,缺乏投资和消费,会进一步导致家庭和企业收入的降低。 从而进一步更狠地降负债,直到负债降到合理水平,才开始下一轮周期。 这一过程,短则几年,长则几十年。 而要打破这一螺旋,唯一有效的是财政政策。 居民和企业不愿意花钱,由政府直接出面。 直接投资也好,发钱也罢,把钱给花出去。 最终目的是修复居民破碎的资产负债表。 打破衰退的前提,就是帮助居民,降低负债规模。 投资发钱,是重要的第一步,但最终,还是要靠经济重振。 表现是,股市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稳定级重新上涨。 虽说楼市股市上涨,并不代表经济一定就好。 但是楼市股市都跌得一塌糊涂,经济肯定很糟糕。 即便GDP,每年增长5%,也和大多数民众没有关系,因为他们感受不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